這就是一般在這個 Pharmacy一般藥房都可以買得到 這是簡單的這種 測血糖的 測血糖用的 那它有分針有分細的跟粗的 怕痛的人用細的 比較不怕痛可以用粗的 那粗的 粗血量也會多一點 慢慢把它開來看一下這個針 或是我放這邊看看可不可以看得到 好那這種針呢 最常是來放像哨傷穴 或者是耳朵放血 比較常用 那另外一款很類似的 也是是採血片 也是屬於燃血糖裡面 時常會有的 使用的時候 這個針使用的方法是這樣 拿起來之後摺一下 那主要運用的是這個 這個尖的點 我放下來可以照得清楚一點 那這個呢 扎深一點開口就大一點 那這一種針呢 就是你扎多深它的開口都是一樣大的 所以這兩種針 這個針是最不痛的 這個針略痛一點點 好可是如果說腳的這個靜脈 要出血的話 這種針就比較難出 這個針還可以 這兩種針也是 是屬於時常用 好那第三種呢 我覺得是 基本上很方便 而且很好用 這個是 西伊的注射針的針頭 那號數呢 是最初的是18G 就是這個 18G 那這個部分呢 我們還要感謝 跟西伊相關的這個科技做得很進步 因為這些它們做針的鋒利度 銳利度 都比我們的三菱針要好 那這點我們應該要想辦法改進 好 看一下 這就是 這就是 這上就是西伊的針頭 這號數是18G 它的優點呢 是它的 銳利度很夠 所以放鞋 是那個鞋管的時候啊 很好測 而且相對來說 疼痛度 只要速度快 疼痛度就小 那有人問我說 那放鞋怎麼樣可以不痛呢 兩個原則 第一個 針越銳利越不痛 第二個是速度 當你的速度慢的時候 它就痛 快的時候 痛度就會比較減小 但是也相對啊 這個針頭它比較鋒利 所以你的 力量的掌握呢 就要比較小心一點 因為有的時候力量過大 會刺穿整個血管刺穿過去 這時候很容易腫起來 所以相對來說 這一種針 這種採血片採血針啊 就是一般這種人家放 那個那個 驗血糖用的 這兩針 剛開始學的時候 用這兩針安全度比較高 因為它有一個深度的限制 好 那使用這個 放寫針 針頭的 西翼的這個針頭的時候 使用起來就要比較小心一點 因為深度要能夠掌控 深度的掌控 主要是看你手的 力量的掌控 再來一個 這個是比較特殊的 這三種針 你看看可不可以 一個特寫 就這個針帶長度是 15公分 那重點呢 是在這個針頭 它是有很多的小針合在一起的 好 那這一針呢 就是有一個小男孩的那個 扁桃體總大 我的一次做的示範 就是用這種針 那這個針是怎麼來的呢 好 這個針其實是刺青用的 這個非常適合拿來 放比較深部的血的時候用的 比如說像扁桃體 尼亞夏老師也說過 就是在毛筆尖裡面藏好三菱針 這樣小朋友看來就比較不怕 好 那如果刺扁腦體的時候 多半我們要配合 西醫用的這個 一般用的那個鴨舌板 因為很多人 他在舌頭伸出來的時候 很容易舌頭鼓起來 會擋住你放血的路徑 所以要必須配合鴨舌板 就順便看一下火針 火針用的物鋼針 這是基本款 大概有五種的雛細 跟有針尖 針尖有尖的也有平的 這樣這一針就是平的 看看可不可以 我把它打開來好了 一般我們俗稱這種 這種針餅 叫盤龍 盤龍針 盤龍針的針餅 他的手的握力比較容易 那你看一下 這個針尖是鈍的 放在這裡 第一個有出氣的不同 運用不同 那當然烏鋼針的特點 主要是它可以耐高熱 那這針等於是好幾針合在一起 那這針等於是好幾針合在一起 放到就看到了 也就是這一針 它是好幾針合在一起的 然後有針 針體是平的 對 它的針尖 它沒有針尖 它是平的 古人常用的 三菱針 三菱針基本上分兩種尺碼 有粗有細 這是屬於細的 一樣把它放大 讓它做比較 這個就是粗的 這個是細的 比如說太陽穴的靜脈 如果要放寫的時候 沒有這個出針是放不出來的 可是因為喉嚨它比較深 這個長度我們可能不夠 怎麼辦呢 古人用毛筆 那我們現在呢 就是在三寸針的那個 拍管 你留著不要丟 你把這個針頭接上去 然後再用膠帶稍微黏一下 長度就很夠了 好